好 那那個 待會第二首歌就是 我寫很久的歌 從大學的時候就寫了 然後這首歌叫逃避你的眼睛 那故事大概就是 就是你可能有一個那個曖昧很久的對象 然後你跟他聊很久的天 然後有一天他突然就消失了這樣 然後再有一天你在你家樓下 就是你家巷子走路的時候 然後突然看到他跟他男友有牽著手 從你面前走過去這樣 然後那時候心裡就想 就是如果可以逃避 因為那時候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打招呼 對 然後就覺得如果可以逃避你的眼睛 那就好了這樣 那這首歌逃避你的眼睛送給大家 想知道有多少紀律 會在同一個地方 在遇見你 我想我還沒有適應 難免露出一點傷心 想逃避你的眼睛 太美麗 太美麗 美麗到失去自己 太容易 又掉進 回憶裡 想遮住我的眼睛 太空虛 而我更不想要讓你 發現我還在難過的表情 我不能表現 太開心 也不能沒有表情 也不能沒有表情 怕你記憶 為何我如此的在意 我確定 我確定我沒有愛你 想逃避 想逃避你的眼睛 其實我也不太會演戲 能不能真的別再相遇 想逃避你的眼睛 太美麗 太美麗 美麗到失去自己 太容易 又掉進 回憶裡 想遮住我的眼睛 太空虛 而我更不想要讓你 發現我還在難過的表情 好 逃避你的眼睛送給大家 謝謝